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Jackie Lin真的很厲害 我從試過都不知道原來真的可以 Jackie Lin當然怎樣 信我,Jackie Lin超級的 你說誰呀? 連Jackie Lin不認識,當然都會暗瘡 由Jackie Lin,我暗瘡 是否電話公司? 請問Jackie Lin電話給我們一號 任何類型的暗瘡都可以自已 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了 我找Jackie Lin回手 她們兩個月幫我解決暗瘡 一沒有暗瘡,我心翻散 由Jackie Lin和暗瘡 民主新火,點點相傳 6月30號晚8點,中環廣場 人民力量主辦,守護香港燭光萬匯 展示人民力量,捍衛香港核心價值 全部不揚 7月1號,下週兩點開始 香港人網,展開大型七一遊行直播 維園,修盾,全程刺激,遊行現場 香港人網,七一,人人守護香港 最近我在美化射箭教室上完射箭訓練班 現在才知道怎樣為射箭 和一般的射箭同內約不同 那裡是由香港射箭總會認可的註冊一級教練 連Wayman Lee負責教導 它不僅工序,更好用心教 咦?這麼適合我了 那地點在哪裡? 在港鐵荔枝各站A出口 想知道多些場景 可以打2515-1161 或者www.bermond.com.hk 看看吧 西貢White Black Café 選用具意識風味的Pascucci專業咖啡豆 沖調出品味獨一無二的Flat White燒排咖啡 放向腹肉的Rose Latte等 被譽為全西貢最有水準的咖啡 配上自家製蛋糕 歐綠色露天田園茶座 隨時都享受到 仿如自身外國咖啡店的悠閒時光 更設有私人派對Party Room 寬躺而且私隱度高 約一群朋友 或者帶寵物來開Party 嘆咖啡都一樣對 White Black Café 西貢普通道62號地下 訂座電話3113-6088 每天走一小步 世界就會改變 不是做不到 今天這件事也很證明給大家 很多事情你們以為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亦都不需要重大的犧牲 是每人犧牲少少 逢星期一、三、五 蕭生助陣 陪你遊走苦今時事 到進民視哲理 風也蕭蕭 我說到 拿人望去賭那刻 就不是說我背後了人望 只是說這點自己 這四個原來是會為大家放命 就是這樣 香港人望,敢說最好聽 香港人望,敢說最好聽 一個符合中國網民利益和感情的節目 欣申講 歷蘇 國情新知 好,又到了星期二晚 國情新知的時間了 欣老師好 各位觀眾好 好 廢話少說 我們一個小時都不夠時間 好 剛剛跟你說過 你說 在論壇 有位聽眾 就 討論他 對 想請教欣Sir一個問題 其實不是一個問題 他有幾個問題 不如我講講 看看大家如何解答一下 他說回應上次 阿貓姐也講過 他說白白等了民主黨幾十年了 都爭取不到民主 他說 難道爭取民主 就要靠一個黨 或者兩個黨 他說 為何台灣的民眾 爭取不到民主 難道把責任 又推給民進黨 推給什麼什麼 他說 民主 是不是應該要自己來爭取 是不是真的 只要靠民主黨幫我們爭取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 膚淺一點 先回答 我覺得 其實 不是要等不等他幫我們爭取 問題是 之前他走出來 抱著說我幫你爭取 是不是 大哥 我相信你 你說幫我搞 我當然相信你幫我搞 這件事 好了 搞著搞著 我愈看愈不對勁 你都不是幫我搞的 或者開頭對路 現在慢慢不對勁 是啊 開頭我信你 等於保險經紀 你說幫我計好這些東西 我當然是把我的資料給你 你幫我跟進 搞著搞著 我只是幾個月入錢 但好像沒有保單寄給我的 我開始質疑 然後我終於發現 原來你有些東西是不妥當的 我出來說你不妥當 你反過來還說我不妥當 所以就是 變成我不是說 把爭取民主的責任推給你 問題是 一開始你抱著這個責任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是力數 我剛剛也看過 這麼巧 幸好看一看一看 今天就說 因為我們 可能沒有機會再跟大家解釋 不如你再說其他幾個問題 我們一並作答 好啊 第二個就是說 譬如說 之前 為什麼香港人在97之後 才好像瘋狂地出來爭取民主 他說就不在七十八十九十年代的時候爭取民主呢 他說 他說好像八九六四那件事 我們都叫大陸要民主而已 但是為什麼我們又不叫港英政府要民主呢 給我們 好了 他另外就說了有些理由 總之概括就是 為什麼 在97之前 英國殖民地 sorry 英國殖民地統治的時候 好像又沒有那麼激烈 或者我們這些人又沒有那麼激烈走出來說要民主 為什麼現在我們又走出來說一定要民主啊 什麼什麼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另外一個問題 是 阿力蘇 那個呢 我們一並作答 是 因為他大家都有關聯的 這位網友 他說的 都基本上 都是正確的 基本上都是正確的 都有一些錯誤的地方 我一會兒一會兒會知道 最主要就是這樣 一個人類 追求一個生活方式 那些就不是說 是突然間爆出來的 就是它不是說一個好像直線型那樣 就是一種慾望 或者一種追求 我們必須要了解一樣東西先 那就是 譬如說 我的網友不知道在海外 還是香港 你知道澳門有蔡狗嗎 蔡狗 蔡狗是這樣的 你前面就擺一個電動套 是 那一按鍵 那它的套就在那邊走 那當然很快 大佬 這麼慢 後面的狗就 追 那就是說 那隻狗呢 一開閘 它就朝著一套 去追 那這個是直線型的 就是說 那隻狗是心無旁盧的 如果他心有旁盧 就走入企圖 那因此它就慢慢去追 但是人類追求的生活方式 這幾千年來 是經歷過很多專設 嗯 那這個展示力 又跟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發展階段 是有不同的 我們呢 首先 我們就回想 先不要說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我想說回我們 一百年前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線區 我跟你說 對不對 從 康有為 他們那些 搞那些什麼 那些君子立憲 到孫中山主張的 共和 其實他的共和 即是民主制度 是 這個呢 是一種 兩種的追求 其實兩種追求呢 是哪種是好呢 是大家說不出的 梁啟超 他們那些人一樣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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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那些人說你們做的 不徹底 你明白嗎 大家的真理 在那裡 其實是不像的 到了19 那個世紀剛剛轉 1910年左右 當時 中國仍有一部分 知識分子 當時還是清調的 到1911年 你才是新華革命 但之前 其實已經有些人 已經所謂馬克思主義 那些 因為有些 留學日本那些 因為馬克思主義傳去日本 比較快些 那邊就受了影響 就回來 包括有很多所謂的當事 無政府主義者 一些樸素的 所謂的社會主義者 那些很多 江鄺虎 你還記得 那些人 都還沒有輪到 陳獨秀那一班 那 老實說 到了民國 即1911年 孫中山成功了 推翻了幾千年的帝制 那當時 一樣有幾種思想 大家都知道 現在時候 大家就在這裏 互相批判 是吧 胡適那些被人 丟到面無人色 那些所謂的 主張的自由主義 你把自由主義的解釋 極端化的話 就說這班人 就是亂來 那你共產主義 那些主張 所謂的馬克思主義 都不一樣 我告訴你 因此 我們中國人民 在1911年 推翻了帝制之後 然後 半個世紀 其實思想 都是大混亂 非常大混亂 我告訴你 你當然 中國國民黨 就代表了一派 就是 用字孫中山 無論他用得 就是 心 心以合一 去做 還是利用他 做表面 實際上去貪污 這是另一件事 但他表面上 追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就是 他的所謂民主自由 那一套 至於陳獨秀、李大超 接著就是毛澤東 那段歷史 那半個世紀 他們代表了另外一排 是吧 以我自己的小孩子 我當時也想 都是混亂的 我1946年出生 我1950多年的時候 60年代開始 1960年 嚴格來說 我當時年輕人 就不要說我們不理國家民族 那些事情 其實我們都有的 都在思考 一個就是民主自由 我覺得也不錯 但一個就是解放全人類 我以為這個更偉大 對嗎 老實說 你想想 到我1965年去台灣讀大學的時候 當時還是台灣海峽 還有空戰 國民黨那些F-86軍刀機 還對共產黨那些米格17 又擊落了一架 又擊落了兩架 對嗎 對嗎 當時香港有右派報紙 叫做《香港時報》 出號外的 就是那個環境 1949年到1965年 你計算是有多少年呢 就是 它建立那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是那十年左右 十年八載左右 對嗎 在我們中國人民的心中 其實呢 就是造成一個很大的混亂 我們不能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辦法能夠證明 哪一件事是真理 哪一件事不是真理 這個的確是事實 否則共產黨也不會得天下 它起碼呢 就令了一大批知識分子 是追隨了它 是拋棄了國民黨這套 這麼簡單 當然包括國民黨的腐敗 其他類的事情 對不對 所謂的肉先腐而後重生 對不對 你自己的腐敗 就會引起這樣的地步 是 那我講的 所以我們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環境 是 那我 香港 在戰後 1945年戰後的時候 其實曾經也有少許震盪的 那個震盪是當時的廣督叫楊武奇 他已經被日本人拘捕做監犯了 放出來 那英國佬叫他 喂 現在 香港應該怎樣 收回香港的時候 他說 看情形 都應該被香港人 嘗試學習管治香港 因此他們就提出一個方案 就是讓香港來有選舉 讓他們自己學習如何管治香港 當時反對的那個是誰 中華人民國政府已經是頭暈暈 那個是視為1950年 已經 國民政府已經是一摸一摸 撿了包袱 走去台灣 你驚雲未定 分分鐘 在那個處境之下 他又理不到 他都不能出聲 只有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剛剛勝利取得神州大地的 共產黨就說 這個政策很奇怪 他說 我們暫時不收回香港 因此告假香港的地下黨 當時的地下黨那班人都很興奮 以為 天亮了 大哥 已經可以回歸媽媽的懷復了 不要 起碼都輪到當政 大哥 當家作主 當然他們想錯了 吳家富貴 你廣東那些 東江中隊 連海南島的瓊崖中隊 那些人 有得搞嗎 有 是吧 東江中隊 方方 還有瓊崖中隊 那些馮白區 這類的東西 讓你搞一會 是吧 共產黨不是跟你說笑 但是呢 在當時來講 共產黨的政策 現在來說 每個人都認為這是周恩來和毛澤東商量好的 就是認為香港作為中國當時唯一的 跟西方有接觸的地方 否則的話 就被外國一包圍就慘了 那這個地方是一個缺口來的 因此香港暫時不收回 就是用來長期利用的作用 長期利用 你說共產黨那種實用主義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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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您說 你說什麼民族大義 就浪費了 對不對 事實真的對他有些仰次 我都很寒之 那些藥品 還有那些軍火 還有很多 古靈精怪的東西 尤其是藥物 因為打蟲仗的藥物很重要 當然我們造就了後來的霍英東 這些 現在還有很多人都自認大蜜 說我都有份 好像很英雄 以前就不敢承認 對 所以 在那個處境之下 香港的地下黨當時也很失望 因此周恩來就叫人交代廖誠智 你好好安撫他們 告訴他們 香港是我們要長期利用的地方 你們一定要安家樂戶 遵守英國人的法律 盡量融入主流社會 你知道嗎 但是那些契弟就不聽話 不聽話就自我 自我什麼 叫做自我隔離 是 然後躲在幾個小地方 西環 上環 鄉島的培橋 這些 勞公子大學 那你自己 縮了一段 自我封閉 所以 造成這樣的情形 但是 香港當時的學生 我 我們是一個本地的香港學生 就會造成思想混亂 因為他們在宣傳方面 是沒有停過的 是 沒有停過 我們都一樣會思想混亂 你說我們不關心國家 是假的 但是我跟人說 人類 我都說 人類追求一個生活方式 或者再說實質一點 政治制度什麼的時候 是經歷過很多考慮 不是說 我跟人說 不是說 這個世界上 怎麼都會有一個民主自由 嘩 正啊 其實當時 嚴格來說 如果你說民主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話 你英國人統治的時候 其實初期都不行的 不過呢 他保證了香港人有一件事很基礎 是人類很重要 現在最可貴的 那一件事就是自由 是 我們必須要明白這一點 就是說 當你在一個地方 你有了一個自由 其他呢 你的要求就會低分一點 這是必然的 我跟你說 因為你沒有迫切的需要 但是 很簡單一句 但是 香港雖然他沒有了民主 當時來說 當然 被控人拒絕了 楊毛奇的建議 他是英國佬的建議 說給香港人開始有選舉 嘗試 不要這麼早教他 對 那個共產黨一直都反對 老實說 我們香港的民主罪人 第一個就是中國共產黨 我告訴你 這個沒有改變 我告訴你 好了 在當時來說 我們覺得 大部分學生 當時都還蒙蒙昏昏 因為 為什麼呢 香港有十個有七個 沒有十個有九個 那些父母都是從大陸走出來的 走難 即是戰亂 八年抗戰 加三年大內戰 嘩 大佬哀紅片野 你都看我們 人口都跌了一半 在當時驚雲未定的時候 那些人走得下來 正所謂 有親戚就投靠 親戚沒有親戚就真的流到街頭 對嗎 國民黨那些人躲去調頸嶺 現在叫調頸嶺 改為 所以在那個時候 你怎麼責怪那些人說 他們是爭取民主呢 你明白嗎 民主有什麼他們都不知道 因為我聽我婆婆說 那些都是戰亂 他們沿著火車軌 一路向南下走下來 即是賺錢 一路到來要安家 你有沒有說這些走多久 我有沒有說走多久 有些人在兆關 會走過幾兩個月 不是說走幾天 你以為現在交通那麼方便 還要避開一些非來橫禍 所以在那個時候 那些水 它還沒滾 不過水在那裡震一下 其實當時是驚雲未定 我們作為小孩子 已經很自由 因為我們自由在哪裡 我們自由思考 來吸取雙方面的資訊 雖然有些資訊 是很有指導性的 有意的來宣揚 一邊呢 就沒有主導性 你不是說隨便的 即是沒有那麼刻意去做的 你很容易被那邊吸走 我跟妳說 所以我跟妳說 愛國心 其實每個人都有 不要說沒有 但是在那個時候 想起民主的可愛 未免太快了 香港呢 英國人的管治都不是一帆風順太好的 直到七十年代的時候 整了的廉署 就開始好些 即是令到香港變成了 一個稍為公平些的社會 那些人呢 第一有了自由 第二稍為公平 那時候呢 你沒有覺得 需要自己管治自己 那的確是事實 我跟妳說 就不是說那時候 那些人只顧著找銀 就不理 都不是的 我跟妳說 但是這個過程裏面呢 我跟妳說 在五十年代 我仍然是小學 和中學生的時代 其實我們呢 當時是搞民社 其實都很刺激的 當然我們是少數 但是那些學生那種串連 大家晚上那種 那種 真是 即是當時的環境 沒那麼好 大家在一個天台 一個朋友的 家裡的天台 或者在一個公園那裡 看著天上的泛聲 在暢淡天下大事 我跟妳說 是吧 那些朋友 有些到現在 仍然堅持 有些當然是小 有些現在的命 妳不可以說她沒有 那到大概七十年代的時候 妳想想 我們對於社會上 有不平等的事情 是一樣爭取的 是 最初大家都知道 蘇手中 是吧 阿奴奇 就在天星碼頭 為了加價 就去捉食 示威 那奴奇 就被英國差勞打死了 是吧 蘇手中的 但是蘇手中 我跟她還有一個 有少許好處 她起碼不是打死 打死了 打死了她 起碼她還可以走 後來七十年代 就走去意大利 走去做人體無特兒 什麼都做 是吧 那她 她回來香港 去了大嶼山做和尚 那人生呢 就是 我們 以香港戰後來講 她都算是第一代社運 當然 我不計五十年代 就是國民黨 在深水埗的大暴動 是吧 亦不計六七年 香港的 地下黨 土共 的暴動 我不計那些 好了 那這班人呢 我們一直 其實那個火種 一直都傳下去 我聽說 一直都傳下去 好了 到七十年代初 我們呢 就反貪虎 捉割拍 你想想 就是因為 當時的警察 貪虎 有些貴佬幫班 那些警視 那些貪虎很大的 我們就反貪虎 捉割拍 是一個重警視 是吧 還有中文 中文合法化 運動 其實都有 這些人呢 跟著是釣魚台運動 大家都知道 一輛車一輛 這些人呢 包括目前 還有些還在民主黨 我跟妳講 這個是一個延續性的 我跟妳講 那好了 到 平地一聲蕾 所以 突然間說 要需要 將香港要回歸 交換給大陸的時候 那是我們的思想上 第一次大震盪 那個震盪就是什麼呢 我跟妳講 它面對著兩樣東西 一個 就是我們的愛國心 對於國家 香港作為殖民地 是被外國人統治 我們回歸祖國 所謂前說八年的恥辱 那妳就覺得 沒有理由反對 但是第二 香港作為一個現代文明 你將它回歸給一個 就是一個野蠻的地方 當時大家都知道 大陸妳知道 得天下之後 五十年代 三反五反 大躍進三面紅旗 反右 然後四清運動 然後就是文化大革命 喂 那時候還沒有六四 那時候是八九年了 然後妳看到大陸那些什麼官島 我自己心中有數 那時候我也有做過生意的 妳想買一些電視機 想買進去大陸 妳要批文 是啊 批文 就不是說我想去的時候 就是去申請就可以了 而那些批文 就交給大官貴人的子弟 那些大官貴人子弟 譬如一部電視機 你賣三千元 舉例 那批文 妳跟他買批文 妳現在找到賣家 在大陸 譬如江西省想和妳買幾部 妳說一萬部 一萬部 一萬部 那每部收妳一千元 批文費 那是批文費 大佬 她很厲害 我三千元一部電視機 大佬 我可能要批三百 或者四百 瓦 她那個呢 就簽個紙 OK 批文 批文 那一千元一部 汽車是如是 什麽都是如是 妳知道嗎 哇 古靈精怪 在那段時間 80年來初 改革開放之後 哇 整整風起雲湧 那些副二代在那個階段發財 那十年是黃金十年 妳知道嗎 對於我們香港人是深有體會的 我們是一個現代文明 回歸到一個野蠻地方 是 那我們那時候是怎樣想的呢 我要提醒大家 當時最積極 要希望回歸祖國的 就是司徒華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 他們可能 其實 是另有考慮 或者任務 我們不知道 OK 不過呢 對職的是他 還有一個積極的 李柱銘 即是民主黨之父 含家產 難道什麼春婦 都是當時最積極的 當時他們組織了 一個就是青年才俊團 青年才俊 你去北京 見到最高領導人 接受他們的祝福和加持 不知道有沒有冠頂 我都不知道 起碼是加持 那每個人都回來 遇到那些借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說奇不奇 如果不是八九年的六四 我也不知道後來的發展如何 現在可能香港紅當當 你知道嗎 一班全部受到大陸招安的 還有得到好處的人 這些青年才俊 當然現在是五青年 所以我跟你說 中國人有一個死亡 你知道嗎 如果你說祖國 你就會覺得 祖國啊 我們母親 如果將祖國 國家和母親等同起來 母親是生你的 不加富貴 祖國怎麼生你出來呢 你將那些感情 將那些感情 你就會變化了 你知道嗎 還有我覺得 國家和黨也是兩回事 我更加厲害 你知道嗎 那個是共產黨搞出來的 但是它不是共產黨也好 祖國等於母親 這個差不多是什麼 你將神州大地 當你是母親 什麼 春也是當你是母親 你母親 你做錯了一些事情 你不能怪他 你起碼有事情 你不可以打你媽媽 是不是 但是祖國不可以這樣算 祖國就是國家 怎麼都不可以隨便 是不是 他做錯了你 你都用權話 就是這幫人 他搞所謂愛國什麼呢 其實他把我們帶去斜路 但是我們是不自覺的 我們下次回來再說 好 下次回來再說 聽聽歌 胡說話 民主生火 點點相傳 六月三十號晚八點 中環廣場 人民力量主辦 守護香港 有燭光萬會 展示人民力量 捍衛香港核心價值 全部不讓 七月一號 下週兩點開始 香港人網 展開大型七一遊行直播 維園修盾全程直擊 遊行現場 香港人網 七一人人守護香港 喂呀 你幹嘛不看我 嘩小姐 你整面暗瘡和黑頭 不是不看 是不敢看 蛤 我已經試了很多方法 但是都沒用 不如你星期一 或者星期三晚 收聽明星潮雨館 和吃得精彩時段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皮膚及暗瘡治療專家 Jackaline會講解不同的皮膚問題 教大家養生美容 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方法 到時點指望你 還疼你 教你健康身體 改善皮膚的 Jackaline護膚教室 由Jackaline Beauty送上 想終極暗瘡快打 3188 4002 預約免費皮膚資深 中國富強金融集團 股份編號290 專注服務中小型資本市場 提供證券買賣 資產管理 財富管理及品牌推廣 助你把握先機 最近我在美化射箭教室 上完射箭訓練班 現在才知道怎樣為之射箭 和一般的射箭同流不同 那裡是由香港射箭總會 最認可的註冊一級教練 Wayman Lee負責教導 他不只封稅 還很用心教的 咦? 那麼適合我了 那地點在哪裏? 在港鐵荔枝角站 A出口 想知道多些詳情 可以打 2515-1161 或者 www.bermond.com.hk 看一下 喂 你好 香港人網 我想問星期五晚 是否可以做風雅燒燒的現場觀眾 是啊 同星期五晚 風雅燒燒會開放給現場觀眾參加 節目會加時半個小時 由八點到九點半 讓大家可以現場和蕭生遊走 由古今時事到盡文史哲理 節目開始之前 還有蕭太太的美食招呼大家 嘩!好吸引喔! 那怎樣報名的? 報名方法很簡單 只要將姓名和電話 電郵字 MARKMOK at hkreporter.com 之後 就會有專人打電話給你 確認報名 不過名額又限 壓滿即止 所以快點報名吧 好啊 等我快點見親戚朋友 一起報名參加 一個符合中國網民利益和感情的節目 恩新港 歷蘇 國情新知 好 回到第二節節目 剛才說到 慶和合 說到就是說 我們香港是回歸 這個 國家和母親的那個 對 當然 我們說 我們把他擺在這個層次 都怪不得哪個人 我們中國人根本是一個感情脆弱的 是 也經常有孤兒心態 經常有孤兒的心態 經常有孤兒的媽媽 有老母 沒有老母就好像很孤立 又怕被人欺負 那些 所以很窄勢 我們回想到80年代 即是你回歸 當時鄧小平 他給我們的保證是甚麼呢 就是50年不變 恩 一句 然後就是馬照跑 武照照 其實我覺得 當時我也在想 不過我人未現輕 就想想 屌什麼叫做50年不變 是吧 50年不變 是不是香港這樣 原來的制度不變 如果原來制度 不變又大蜜惑 是吧 我們的自由 是吧 你可以說是不變 即是香港就不用發展民主的了 他們都一向沒有的 是吧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當然就是 是一種腐化的方式 是給我們 甚麼叫做 馬照跑舞照跳 即是說你這班人 過慣腐化生活 都沒有所謂 繼續腐化下去都可以 那些廢話來的 我告訴你 是吧 但是當時 李柱銘司徒華這一類人 他有沒有想過 那些是基本法 草擬委委員會的委員 那我